简安姐 你的小说一更新 就冲到女平榜第一 你真厉害 下面我正式宣布 苏简安正式晋级为 咱们文学网的白金大神 谢谢社长 谢谢大家 简安老师 我记得出版小说 是你一直以来的目标吧 对啊 按公司的标准 我们可以开始预定小说了 只要两周内 那预定量超过十万册 您就可以正式出版 您的实体小说了 要十万册的预定啊 简安老师您多虑了 你的小说点击量 那现在都快破亿了 那十万册对你来说 三不三不随呀 包总 就苏简安那文笔 他居然还好意思出版小说 就是啊 凭什么呀 他跟你没法比 玄月 你在我心中 你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 这个 就就就就 就 严情女王 真的 包总 可得帮帮我 可得帮我 好了啊 玄月呢 有什么事 我能帮你 尽管说 按陶然文学网的出版标准 是十万册预定 我要和苏简安同时预设 想出书 没那么容易 据都市导报报道 陈璇璇的王爷 联动了知名店饭包品牌 打出了 吃糖要甜 吃米要香的宣传口号 随着促销活动开展 陈璇璇新书 王爷的预定量迅速拉高 反观陆上这边 刚刚发布了 最新的宣传视频 没错 封面 是我和简安一起设计的 那两位可以给我们 现场演绎一下 封面的动作设计吗 杜博言果然 亲自为娇气助阵 接受采访时 更是秃洒狗粮 甜到爆炸 虽然王爷使出浑身解数 但这预定量 好像完全无法与 拥有良好涂折口味的 陆少相比 现在陆少资破了五万大关 将全身的远远传战 厉害啊 厉害啊 严安 不用谢我 包总 你再给我出家宣传费 玄玄 你怎么会 今宅是 现在的情况 你也很清楚 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姐 你回来啦 约月 苏简安那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